尤晨很舒服,我跟他演出 很舒服 很舒服,因为是他这个很有实体的演员 是 对,但是那个感情是 我自己这场戏,大家觉得我都不错的 让我自己就有一个想法 因为为什么呢? 真的,真的 慢慢讲,因为不是不同意,是听不懂而已 对,不是不同意 我们俩在对看 对,他呈现了 慢慢,大家辛苦了 慢慢,大家给点时间 然后就没有大家面前讲那么多话 好不好,慢慢 买狗 嗯,因为是 他说他一人爱我,但是不喜欢我 对,那句话好中心哦 对,所以也不太多 他的理由就是他已经怀孕了 对 但是不是我的 对 但是 我问自己如果我真的爱一个人 他就过去真的找到重要吗 所以打响戏 影响我,影响也有一点点 真的啊 真的啊 影响你自己本人 对,所以说我觉得 所以你爱一个人 其实他就过去不去最重要 对 应该是从现在跟往后的未来 对 才去最重要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剧本是 大远写的特别好 特别好 对,虽然是一个警匪追逐抢占片 而是在文系的部分也处理得很好 包括刘德华跟单女儿啊 然后你家动跟这个姚成的爱情戏 对 都感动到你自己本人了 对 对,因为这戏里面呢 也就因为这样 你家动决定要洗心革面嘛 对不对 就为了要继续跟他在一起嘛 对 要理他 让他死掉 真的在意死掉这件事啊 对,应该起点应该是 你从一眼右肌 想不出来 好 不过呢 无论如何呢 这个戏呢 就让我们看到了温无尖背 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看的戏 而且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刘先生 最后不能少看林家动 在2012年韩战里面 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 林家动曾经讲过四个字 比日剧还少 今年最猛的日本剧啊 半则之数里面有四个字 加倍奉还 回顾2012年 他就在电影里面韩战 讲过加倍奉还四个字 所以这个半则之数 其实是超林家动的 对不对 你是不是有讲过这四个字 对 所以你要不要跟日本人讲这句话 阿里亚哥 喂喂 他发眼光大了你的台词 对不对 所以谢谢他们 谢谢他们